施大哥 施先生高齡91歲 自己一個人住 有差先生經常來關心他 不只送上營養品問候生活境況 還特別交代他 有需要就打電話 我這邊不是你 有什麼問題 你都靠電話嗎 有… 沒有… 不叫有差我這麼好 很難很關心我 以前我都不去來 再來到79歲獨居的陳女士佳 大家見面就像老朋友一樣 要跟救恩師回收 對 剛才要出門 剛才要出門說 對 真的 沒關係 真正這樣 你如果有什麼聯絡我 真的有疼痛 每人都撒東西給我 衛生計社會責任 彰化郵局十多年前開始 投地郵件之餘 也落實關懷獨居長者 還有郵務室發揮專長 為長者意見 另外像是逢年過節 團圓圍爐 寒冬送暖 居家清潔等等 都讓長者們倍感溫馨 幫助一些比較弱勢 還是一些獨居人 其實心情上還是蠻快樂的 不過郵務工作本身就很繁重 加上人力有限 不可能全面性兼顧到 轄區內 每一位需要關懷的長者 行有餘力 大家都很樂意 但要由柴先生來承擔長照人力 納入工作範圍 還有很多需要考量的層面 大愛新聞 張貴端 蔡玉凱 張華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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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